剛剛的這個練習題 你可以看到就會是在 比如這個檔案在這裡 在 我們的 這一個雲端白板的 檔案的第3頁 所以將來呢我如果 講到哪裡了 我也跟你講說雲端白板的哪個位置 那你可以去找一下 那再不然的話呢 你實在是做的比較慢 因為有些同學可能 也許這公式也不熟沒關係你可以拿Ctrl C 然後呢Ctrl V的話呢你就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公式的 有沒有這個地方把它貼上 然後打勾一下 結果呢 至少也會跟我 這邊是一樣的 也就是如果你比較跟不上 沒關係你就是 先把它完成 那完成之後 如果還是有錯誤怎麼辦 想說老師 那其實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就把兩個貼在 記事本 比對一下 一定可以找到的答案 那我是建議 如果你有出錯 就不要一直亂試 因為越試你只是越頭痛 而且越試你只會越挫折 最重要是把那個錯誤 趕快找出來 就好了 OK千萬不要亂試 有時候我發現 哇試到最後呢 什麼什麼什麼都來了 那試到最後都懷疑人生 其實沒有必要 我覺得 對就對了 錯就不會再次 不會說 他突然間就變正確 不會 一定是有個地方你做錯了 尤其是像這種公式的東西 OK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其他的解法 我這邊上面也會 可以比如說你也可以用那個concade這個 這個函數也可以 只是說他好像佔不了太多便宜 他其實是把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八個 一個一個幫你的辦法 串在一起 叫concade 其實你不用這樣做可不可以 可以啊你用上面的方法跟下面的方法結果一樣 所以 有沒有必要就看每個人習慣 如果你覺得這個方法OK 那沒關係 但如果你覺得不OK 你就不用特別一定 還要多一個函數 因為多一個函數有的時候可能是多個錯誤的可能性 所以呢 這個就要斟酌一下 那你會發現每個人的習慣不一樣 所以你一定要找出 一個你自己最習慣的 這個使用函數的方法 那好處就是說 他比較不容易出錯 第二個的話呢 你也比較 這個自然 就是很直覺的 就可以把公式做出來 那方法二的話呢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用test 那test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請各位 Ctrl鍵按住拖拉加Ctrl鍵 那就多一個了 再來的話呢 我把這個公式 把它刪掉 OK 然後呢 重來 這個公式的話呢 等於 一樣09 這個前面的做法都一樣 到這邊0911啦 那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後面這個一樣 一個減得不到 再來的話呢 就084喔 那這個把它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原來的話呢 是什麼 通用嘛 我剛剛是加一個000 所以呢 我就知道說呢 它的格式規則是000 那我把它改回來 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串接後面的東西 我就可以and 然後呢 關鍵來囉 它叫test TEST 那兩個方法啦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打 如果你不習慣的話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從這邊插入 TEST 如果沒有的話 你找其他函數 文字類的 T開頭的 OK這個 有沒有一樣啦 當你自己打 或者是直接插入函數 兩個方法都OK Value的話呢 是資料 資料是什麼 資料是這個 84 Format test 特別重要 如果是test 請你 務必要記得 前後雙引號 如果你沒有前後雙引號 那就會出錯 記得因為我們剛剛是 在那個 格式的規則上面是輸入000 所以呢 請你在這邊 把 這個格式 打上去 叫Format test 那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將數字轉換成文字 有沒有 數字 84 因為 這個規則給它了 它幫你轉換成文字 所以變084 所以你按確定的話呢 它就把084 給帶過來了 OK 084 那後面的話呢 其實很簡單 跟剛剛一樣 and 減號 負式 貼到這個 後面來 把G4呢 改成 H4 打個勾 向下填滿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 所以其實比起來了 當然呢 解法很多 絕對不只兩個 可能還有其他的方法 那當然啦 你 就是這麼多解法 當然你應該選哪有 選到最簡單的 不要沒事選那個最 最複雜的幹嘛 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 解決方法 很多 像我的習慣 我可能會多想幾個 然後最後挑一個 我覺得 這個方法最精簡 那順便也可以練功嘛 因為這樣關係 等於基本上 把所有的函數都用過一輪了 這樣以後的話想要解決問題就不是太困難 因為基本上每個 函數我都用過了嘛 我大概都知道說 哪一些地方比較適合用在哪一些 狀況上面 那你想說 老是那TEST還有什麼地方比較妙用 其實跟各位講 有個地方 比如說我們今天好了 以這個 資料當範例 如果你老闆突然問你說 你的那個會員資料裡面 你幫我統計一下 到底你的會員裡面 幾年級生最多 是五年級生最多呢 還是六年級、七年級 那這個所謂的 幾年級生 應該是台灣這邊 慣有的 一種使用 因為我一般 國外都用西元年 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 這個部分一定要用 民國年才有辦法 那可是你會發現 實際上 這個所謂的民國年只有台灣用 那它實際上存在 裡面的 其實 不是民國年 而是西元年 那為什麼可以看到 它這邊是民國年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裡面有什麼 有格式 所以這邊剛才按右鍵 儲存和格式 那你會發現 它的格式在哪裏 製定 就這個 所以呢 它為什麼可以把 它原來的樣子 變成這樣呢 其實就經過什麼 這樣的一個格式 幫你轉 有沒有 套這個格式之後 才能夠變成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格式 去掉的話 它就變成這樣子 OK 應該可以理解吧 但問題來了 這個只是表面上看到的 如果說我今天 我要把我看到的 有沒有 看到的這個東西 變成實際上 它就是長這樣 那怎麼做 請跟各位講 關鍵來了 如果你要把 這個資料變成這樣的話 很簡單 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 TEST 然後給它什麼 給它這個資料 這個是它第一個 給它第二個是這個 Formate Test 它就會幫你轉換成這樣子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Test的概念是這樣喔 也就是說你這個Test 只要給什麼 給兩個參數 1是這個 2是這個 它就變成這樣子 那什麼地方可以用到 首先你們可以喔 在這個 工作表後面 加上因為我如果用樞紐分析表 統計幾年級生之前 一定要有那個欄位 就是幾年次 所以呢我就先產生一個欄位 叫幾年次 假設啦 我就出現 然後這邊的話把這個 這邊的格式 用複製格式 刷子 刷一下 刷過來 幾年次 多一個欄位好了 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抓這個生日的前面兩個字嗎 那有同學就說 老師我插入這邊 我知道前面兩個字 我用什麼 用Labs 把前面兩個字 所以 Test過來 抓兩個字 按確定 向下填滿 欸 突然間 認住了 為什麼 因為 不是70嗎 怎麼變29 這個中間怎麼會 完全 搭不起來呢 喔 原因很簡單 因為 這個背後呢 你可以看到 雖然你看到的是這樣子 但實際上它存在 Excel裡面是這樣子 29846 你想說怎麼會是這個數字 跟各位講喔 在那個Excel裡面 日期部分呢 它的第一天就是1900年的1月1號 這個存在Excel裡面是1 也就是說1900年到 這一天 總共經過了29845天 欸 所以喔 特別注意它裡面其實是 一個數字啦 那你想說 可是不是我現在不是要29 我現在是要70 那我要怎麼樣剛好可以抓得到70 這個地方就剛剛講的 你必須什麼 先把這邊的資料喔 用Excel 轉換之後 再用Excel 才能夠把70 切過來 至於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把那個這個用 轉換成Excel 試一次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我今天要幾年吃這個欄位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喔 那我該怎麼做喔 我會不會讓我來看 我會不會讓我來看 你怎麼做喔 那我會想說